今天來吃有名的砂鍋魚頭 現在可是下午三點半左右 竟然有這麼多人 真是太誇張了 門口有清楚的用餐流程說明 右邊是在排外帶的 內用的先抽號碼牌 自己先拿菜單選好菜 輪到你的號碼後要先結帳 結完帳店員會告知座位位置 店內是略帶古藝的裝潢 上完廁所發現店內還有別的用餐空間 趕快回座位等上菜囉 上菜的速度蠻快的 小盤子是裝骨頭用的 下鍋子可以選擇 店內有的配料 在唐人的地方 跟店內有一個人做的 入獄 店內有的配料 頂來 極大 砂鍋魚頭滿滿的一鍋菜 這當然是今天的重點咯 原本以為只有一個魚頭 結果吃掉不少菜後 才發現湯裡面還有魚味 小菜類似清淡口味 砂鍋魚頭則是重口味 加湯要自己端到櫃台去加湯哦